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始的土地拥有漫长的海岸线 但不同于其他的城市海滨 这里的海岸 沙滩都保持着自然原有的面貌 没有任何的人类文明痕迹 没有远航的巨轮 没有西壤的人群 大海在这里用延续了亿万年的法则 孕育着海里的精灵 当这支来自城市的探险队 用最古老的方式 与这片大海亲密接触的时候 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这条船的主人叫杜温 他是杰森的哥哥 从三岁就开始跟父亲一起钓鱼的他 是杰森特意找来 为大家寻找这里的美味海鲜的 当然他不希望自己出海 和他一起上船的还有我们的队员 如果说杜温是使用现代的高科技进行捕鱼的话 那么阿纳姆地的土著部落在寻找食物的时候 则只需要带上一把鱼叉 世代相传的捕猎技巧 已经印在了他们的心底 他们熟知这里的一草一木 好戏马上就要上演了 这是个流传了千年的承诺 不伤害幼小的生命 不伤害孕育生命的母体 土著们和杜温 虽然采用不同的方式捕获猎物 但是在这里 在阿纳姆地 他们都自觉地遵循着自然的法则 不过多的获取 就能够长期拥救 每个人都明白这些 但是当诱惑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又会怎样选择呢 你要记住 援助民捕鱼 他们不是为了运动好玩之类 他们捕鱼完全就是为了吃 为了生存 他们真是令人惊奇的自然保护者 他们在这里生活四万年 我们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他们说这是一只母蟹 它还需要再去生小蟹 所以就把它放回海里 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很佩服这些人 他们能够这样去做 并没有考虑到说我自己的这些利益 而是去维护一个生态的循环 其实我觉得原住民和我们最大的区别 就是他们只是为了活着 我们现在的人索取的东西太多了 同时土著被允许可以捕获所有的海洋生物 例如海龟是一种被保护的生物 但是原住民可以捕猎 这是他们的传统 捕猎海龟对探险队来说 是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按照土著的方法 他们将不借助任何的工具 徒手下海捕捉 在茫茫的海面上搜寻利物 是需要耐心的 因为地理位置靠近赤道 阿纳姆地正午的太阳十分毒辣 同时海平面上也闪着耀眼的金光 在不借助任何仪器的情况下 搜寻海平面下十几米深水域移动的猎物 不是常人能够完成的 我们在海里狩猎的时候 实际上是跟我们在丛林中一样 是需要观察踪迹的 对于普通人来说 海面上可能什么都没有 对于我们 到处都是猎物的痕迹 我们的眼睛能够穿透海面 会看到海底海草的生长情况 当海龟被这个叫罗伯特的小伙子 举出海面的时候 所有人都惊呆了 很遗憾我们没有记录下 它在水下是怎样制服这个庞然大物的 只是后来听说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因为成年海龟有一个强有力的尾巴 一旦手腕或脚腕被它抓住 它将把你带入深海 后果不堪设想 对 啥 前面 三 三 二 一 二 一 二 海龜的到来 让罗伯特成为了那天的英雄 他只有18岁 按照土著的法则 他因为独自完成了一个勇士的壮举 所以那晚部落里为他举行了成人礼 而那只海龟则成了队员们合影的道具 和萨姆作画的主题 下一个海潮到来的时候 他将回到他熟悉的海洋 土著部落里面的未成年的孩子 捉到海龟是一个特别荣幸的事情 那天他就到了一只海龟 所有土著部落里的男女老少都特别的兴奋 大家召集在一起为他举行的一个成人仪式 为他举行成人仪式 记录他自己独自抓到海龟的这个过程 他们也把这个过程记录在这个迪基里度管里送给我 我特别的高兴 在这个管子上 这个就是他当时自己独自抓到的那个海龟 这也是土著部落里特殊的一种自己的艺术形式语言 这是海龟的形象 在这个管子上他们也用了他们土著自己独特的一种颜料 我非常喜欢这个迪基里度管 他们送给我的时候我也特别的激动 我决定把这个艺术品珍藏一生 当阿纳姆地的篝火燃起的时候 并不意味着一天探险立场的结束 相反 最刺激的一幕马上就要上演了 众佛周知 在这片水域里有凶猛的澳洲咸水鳄 有可致命的热带毒水母 但是把一切生灵视为自己伙伴的阿纳姆地的英雄们 一往无前 这是最古老的捕鱼方式 因为潮汐的作用 大批的鱼群聚集在浅滩 只有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人 才有胆量接近他们 土猪就突然发现了鱼群 然后它就朝海里边猛地跑过去 差不多挺远的那个距离 我们当时很多一起的人 也都特别特别兴奋地跟进去 大家也都不管裤子湿不湿 或者海里有什么东西 会不会还有鳄鱼之类的 就全都跟进去了 第一就是说 你们在这些山河洛 最后是可以线河洛 在这些山河洛 会有在山河洛 有一个山河洛 都会有荷迷 不,那就会有荷迷 好那 是不是 对 然後大家舉著手電筒 舉著頭燈 在海面上投出來 各種各樣的光線 然後就在這個光線裡邊 你會突然發現土著 把它的魚叉猛地 拋向了一個地方 然後當這個魚叉再出來的時候 周圍的人都是很驚訝 很喜悅的那樣的樣子 這什麼魚啊 這什麼魚啊 那不是慢了嗎 這不慢啊 這快 這考考是 在那個灰堆裡頭 你早知道牠們就做了 牠子就找著 不買了 牠拿過去吃 這是什麼魚啊 這很棒 捕獵的技巧需要長時間的熟練 但是勇氣與信心 已寫在每個人的臉上 篝火旁的狂歡一直持續到深夜 牠們在這裡收穫的 不只是片刻的歡愉 更多地體會到 這裡的人們 對這片土地的深情 體會到自然生命的狀態 看到了 漸漸離我們遠去的真誠與純潔 明天 牠們就要離開這裡 去感受北嶺地的 另一種生活方式 那將會是怎樣的世界呢 牠們又將收穫什麼呢 不需要緊張 還有一些人 牠們介紹 藏雄 禁止 亭 然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然 这也是唯一显示有人类活动的踪迹 从空中俯瞰北林地 广袤的荒漠上树林稀疏 在阳光的照射下 树木一颗颗森染而立 就像皮肤上的汗毛清晰可变 一些堤洼的小型湿地随着水源的分布变化 林木也逐渐变化 于是在大地上呈现出各种独特的图案 在大地上作画的是上帝 在岩壁上作画的却是我们的祖先 和世界上其他早期人类活动地点一样 澳洲原住民的祖先 也在他们生活过的地方 留下了不朽的杰作 这些现在看来仍不是美感的图案 不但证明着他们的存在 也向我们传递着他们的生活讯息 研画对文化传承的作用 主要是让你学习各种知识 你可以看上面有什么 什么是能吃的猎物 同时你也可以从这个研画中看出来 它是什么时间画上去的 这种鸟进入澳洲的时间只有2000年 所以这个研画绝不可能超过2000年的时间 从诺兰奇研画坐在的位置 学者们分析出 这里是当年土著在与济世居住的地方 高大的岩壁起到了很好的避雨作用 同时较高的地形也可以防止洪水来袭 记录下生活中重要的事件 是人类文明延续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研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则成功地扮演着这一角色 这些小洞是几千年来 澳洲的先人们在制作研画时留下来的痕迹 他们用敲碎的矿石混合动物的血和水 做成研画的颜料 涂在平整的岩壁上 有些岩石在不同的时期被反复使用 我们画的图像一般是跟我们的狩猎和捕鱼有关的 一般是猎物 鱼和丛林的各种生物形象 有时候它甚至包含了一些丰富的故事内容 例如我们的狩猎过程 我们的历史没有文字来记载 只是口口相传 但是我相信我们已经拥有很长很长的历史了 同时我们也通过我们的研画 来学习我们的历史 画画对于贾树燕来说再熟悉不过了 七岁就拿起画笔的她 正在思考着这些石头上的线条 所承载的含义 这些画师当年是有计划的绘画 还是随性的涂抹呢 它跟中国的研画最大的不同 又是哪些呢 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区域 可以直接记录下来自己的生活 状态 刚才我们看到了一组跳舞的演画 上面有很多跳舞的人 细细数来大概有十几个人 但是你可以看每个人的状态 和跳舞的形状 姿势都不一样 这就是澳北的祖先 在他们这个原始的地方 留下了神奇的东西 贾树燕所说的这幅跳舞的演画 是诺兰奇众多演画中 最有名的一幅 夸张的线条和抽象的画法 让岩壁上的每个人物都富有活力 他们是在跳舞吗 为谁而舞 为何事而舞呢 这神秘的舞蹈背后 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出道北陵地的队员们 在兴奋之余第一次感觉到 当地土著文明的神秘 这层面纱会在他们离去的时候揭开吗 在北陵地众多的旅游地点中 最能贴近自然 感受土著文化的 当属阿纳姆比 最能体会造物神奇 欣赏自然奇景的 当属爱尔斯岩 而最能体会惬意生活 放松心境的 要数万级瀑布 由于声明远波 而且距离市区较近 队员们之前已经做好了 进入人生顶沸景区的准备 但是当下车后却发现 这里十分安静 树林之间传来的 不是嘈杂的人生 而是精粹的鸟鸣 巨大的果符 慵懒地倒挂在树上 人们三三两两地 过在草地上放松 过在水中嬉戏 完全没有传统意义上 名胜景区的痕迹 北陵地这儿的生活和 我们在城市里边的生活 有太大的不同 在这地方就可以突然感觉到 生活其实根本不需要 那么多的原因 不需要那么多的目的 不需要那么多的 那种有目的的拼搏 好像一切都很自然 事情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据当地土著的传说 这里是一个朝圣之地 当游猎的不足 经过这里的时候 都会下水梦浴 以此洗净自己的心灵 没有人会拒绝这样清澈的湖水 只有深入期间 你才能感受什么是自然的恩赐 那个瀑布就是由瀑布形成的一个小湖 是天然的 我记得我的就是感觉非常强烈 我一踏进这个湖水的时候 就感觉到湖水 它是很柔的 然后它有一股甜味 它就在我的 就触到嘴唇的时候 它是甜甜的 然后我就扎一个猛子下去 拿刷上来的那个是 像砂糖一样的那种小的碎砂石 清澈的湖水带来的是精神上的愉悦 同时也让身体摆脱酷热 倍感清爽 在这个平均最高温度 在38摄氏度以上的地方 这样的放松会洗尽旅途上的疲劳 由于北领地属于典型的热带气候 一年中只分为旱季和雨季 现在眼前的这两个瀑布 只是涓涓细流 但是当雨季到来的时候 这里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那时的万级瀑布将很少有人光顾 因为雨季的这片湖水 将成为鳄鱼的天堂 来到北领地就不能不面对鳄鱼 从某种意义上讲 凶猛的澳洲咸水鳄 已经成为了北领地的名片 曾经有一部叫做鳄鱼凍迪的影片 风靡全球 那个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想了解鳄鱼 有一个地方是你不得不去的 这里是北领地鳄鱼保护所 当年那部影片的一个主角 正欢迎你的到来 这就是那只在电影里造成无数麻烦的家伙 据说他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 按照鳄鱼的寿命 也算不如老年 但是这一排排锋利的牙齿 却毫无苍老的痕迹 它还像电影中一样 静止般凝视着水面 等待猎物的到来 水也不想成为鳄鱼的猎物 但是人类的好奇心 却促使着自己 一次次地接近这些史前怪兽 他们想要征服它 还是要征服自己呢 在走进这个门之前 队员们知道 它有一个并不优雅的名字 死亡之龙 在北领地 很少有人愿意挑战这个项目 因为在你入水的那一刻 只能生死由命 从这些深深的划痕上 我们可以看出 这些巨兽惊人的杀伤力 如果你想和一个身长六米 重八百公斤 上下鳄咬合力 一点一吨的澳洲咸水鳄 水下共物的话 你需要有一颗勇敢的心 因为这些看似坚固的防护装置 一旦出现任何闪失 你都将会成为他们的午餐 在野外的话 是完全没有收获的希望 一点肯定都没有 这这么大的窝围 这么凶猛的动物 但是近距离看的时候 还真的是很吓人的 眼睛都很大 然后它有一层眼瞼半开着 但是我们都反正弄不行 但是还是很吓人 它在水里的那个会变大 会变很多呗 而且它在水里 你看一个实际的生存状态 跟岸上的不一样 当时我其实是很希望 因为我有的时候 有冒险的那种想法 我很希望那个鳄鱼 能扑向这个笼子 让我感受到那种 刺激的那种快感 但是鳄鱼它是躲开了 其实我有一点悲哀 我觉得对于鳄鱼来说 它本身是野生动物 它应该在自然环境里 然后被困在了这样一个 差不多50平米的一个 小水池里 然后游人来喂养 它可能活得并不开心 但是它真的是为人类 做出贡献 因为很多人 特别是孩子 他们都到这里来参观 然后从这儿学到很多 关于鳄鱼的知识 在鳄鱼保护所 不只有这些紧张自己的项目 有很多方法 你可以近距离接触到鳄鱼 你可以选择给它们喂食 与它们合影 或者干脆来探望一下 它们的小宝宝 每一次的体验 都是那么不可思议 但是这里毕竟是 有保护措施的环境 这里的鳄鱼仿佛缺少了些许兽性 想要真正了解它们 你应该选择 黄水河 澳北的牧场 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毕业迁情 牛羊遍地 奇特的地理环境 造就了这里 不同的生活方式 而探险队的中方队员 和澳方队员 也要在这里决意胜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